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罗sir 羅振光 是智材投資學會的課程總監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免費講座 我們的免費講座來說 題目是 如何運用槓桿投資置庫 可能這個題目比較吸引 所以三家的人都多 所以我們原本這個講座是一個現場面秀講座 但我們現在就改成一個網上的講座 因為可以容納多些人數 給多些朋友一起學習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 就是用網上的播放 我們說如何運用槓桿投資置庫 我們其實會有幾個工具 一會提及到 如果大家來講未來裡面想在投資方面 學得豐富一些 可以去我們的網頁 有www.smartmoney.com.hk 可以看看我們的不同的投資課程 我們分別有些是現場的面秀課程 也有些是網上的直播課程 也有些網上錄影班 所以課程方面來說 也有很多元化的 好了 回到正題的狀況了 先讓大家看看我們今天的話題 這個話題方面 就是如何運用槓桿投資置庫 我們標題來說 其實叫槓桿投資這個狀況 槓桿投資裡面有什麼工具用得到呢? 我們其實第一個話題 會講一下槓桿工具的純禮 當中來說 有槓桿 旗子 旗權 外匯這個部分 當然你說在環球的投資裡面 都有不少的槓桿投資 不過我們今天針對 就是槓桿 旗子 旗權 外匯這幾個題目 去到第二個話題 就是槓桿投資方面 它的長數和短數是怎樣 任何東西都有一個優 有一個缺 我們會講一下這些工具裡面 它的長數和短數 大家也要明白一下 還有用到槓桿投資方面 究竟何時用的呢? 用什麼的方法做一個判斷呢? 我們現在也在第三個話題講一下 第四個話題很重要的 就是講到風險的管理 在槓桿投資方面 始終一個叫二小博大 還有可能有機會 甚至乎會有一個call margin 補倉的狀況 所以風險管理來說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我還給它一顆星 風險管理 我們最後一個部分 第四部分都會講到的 所以今天的話題來講 你會分開有四個部分 槓桿投資的一個巡禮 接著再到一個長數短數的運用 長數短數的一個大家要認知到的 還有當中來說 槓桿工具裡面的 是什麼時候運用呢? 時間方面是重要的 還有槓桿投資裡面的風險管理 有四個話題在我們今天的講座裡面的 第一個話題先講這個話題 這是槓桿投資工具的巡禮 槓桿其子其權外匯 我們說槓桿的狀況 先提這個狀況 槓桿 我們先提這個狀況 槓桿的狀況 我們說槓桿的狀況 其實槓桿來說 有什麼可以炒的呢? 有什麼可以做一個投機性的買賣呢? 記得我們說是投機的 不是叫投資 因為我們說很多時候 在投資方面來說 相對的東西是比較實質的 我們買賣股票來說 可以叫做投資 因為有間公司的存在 一盤生意在運作中 但我們作為一些槓桿來說 我們相對叫做是投機的 因為相對來說 這個狀況裡面 沒有一些實質的東西是擁有的 還有一個所謂的期限會到期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到 我們現在說的槓桿來說 是屬於投機的工具 而並非一個叫做投資的工具 這是要清楚一點的 你說投資與投機 如果以一個最簡單的形容就是怎樣呢? 有時投資方面 大家可能會放很多資金 甚至乎粉身的 但做投機這部分來說 就有涉忌 涉忌 不要說一個粉身 因為始終來說 有時風險比較大 所以你明白到 在投資方面 可能你用的資金是多些 或者全新的投入 但投機來說 這部分來說 我想要避免 用部分資金 有時作一個分散 放在裏面 會好些少的 好了 我們說在這個部分裏面 所說 我們第一個 很多時候大家都有聽過的 叫做認股權證 聽過來說 是否叫做做得多呢? 有時就未必是 因為現在 我們的認股權證來說 相對現在 其實 數來來說 只有幾隻 不是太多 以前的年代來說 譬如說上世紀的狀況 80年代 90年代 就多的 但現在就不多了 因為認股權證來說 比如上市公司 去到再一個發行的 再一個交易 在市場裏面可以做買賣 不過現在來說 上市公司 發認股權證 其實遼遼可數 基本上很少的 那麼我們第二種來說 在Wallon裏面 是哪種呢? 我們有時叫 避免股權證 避免股權證 這個就是我們第二種 不過這個字眼來說 是比較學術些少 可能大家來說 就未必 那麼容易去記及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在市場裏面 說的是什麼呢? 我們正時所說 叫 Coreputln的狀況 Coreputln的狀況 這個字眼來說 可能大家多些會聽見 Coreputln 第三個來說 我們所說的是什麼? 牛熊症 牛熊症的狀況 這個就是第三種的 第四種是哪種呢? 就是這個 我們有時叫做 界內症 界內症 這個界內症來說 其實出了幾年左右 比較新鮮些 不過由這個界內症來說 它的槓桿配數比較小 賺的階段來說 也有限 所以這個也不是那麼補給 所以現在剩下很少的 界內症方面 可能只剩下10隻左右 所以我們說在市場裏面 如果大家做Wallon的 其傾向於兩個 所以說Coreputln 牛熊症 這兩個選擇 以往的年代來說 Coreputln的成交量 是最多的 多於一半以上 但現在來說 其實有時 你發覺Coreputln 牛熊症來說 有時都是50-50 甚至乎牛熊症 這個狀況來說 成交量 有時還略多於Coreputln 所以你可以當現在來說 在Coreputln 牛熊症方面來說 基本上 成交量方面 大家可能是50-50 這個界內症來說 基本上沒有什麼人 去選擇投資 所以出這些界內症的 鸾傷都比較少 可能只有10隻 這些界內症存在到 在市場方面 而這個應股權症 基本上只有幾隻 那個市場裏面 有存在交易的階段 所以我們基本上 是Coreputln 牛熊症這兩個題目 是主要的 這個就是 有時如果你用到Wallet 就是這個狀況的 那麼 旗子方面 這個狀況 好 旗子這個狀況 好了 旗子 那麼 旗子方面來說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可以分開 就是相關地 恆生指數期負 即是看大市的 恆子方面 或者有時我們所說 是國企指數期負 國子方面 或者有時我們 甚至我們形容到 是科指 科技指數期負 所以如果你說 要做期指方面來說 相對地 其實一般 我們有三隻為主 的 恆子期負 國子期負 和科子期負 你說股票方面 有沒有期負 這個賣賣 股票方面 有沒有期負 這個賣賣 其實股票來說 都是期負 賣賣的 不過 其實三月的投資者 是比較少 所以一般散戶來說 都比較少 用股票期負 這個狀況 一般來說 如果你說 要用到 都是這三個的 指數期負 而最多的成交來說 基本上 主力就是恆子期負 所以未來裡面 如果大家要做的階段 可能也是放在一個 恆子期負的選擇 會傾向多些 當然 恆子期負裡面 簡單而言 我們也有兩個選擇 哪兩個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 大期 和一個小期 或者叫小期 這個 看你怎樣形容 會較為你自己容易記 大期 或者叫小期 大期方面 每一點 是50元港幣的 而小期 或者叫小期 就是10元一點的 所以 我們形容到 如果你說你自己 經驗豐富一些 資源豐厚一些 那你就做大期 這個狀況是 但如果你說 你自己也是伸手的 或者資金有限的 想拿去經驗為主的 那就做一個小期的狀況 這個 就是有時的風險方面 大家要作一個考慮的 這就是我們有時所說 是做期指買賣 一般我們都是做 恆子期負會比較好些 因為股票相關地 是比較多些 在分散風險裏面 亦都比較好些 好了 我們說還有一個 叫期權 這個狀況是 期權來說 這部份亦都屬於一個 杠剛形式 以小薄大 所以有些人形容到 以期權買賣裏面 刀仔腳大樹 這個有時就是 以小薄大 有杠剛效應的 期權方面來說 簡單而言 我們有時形容到 叫做 call 一個put 我們有時叫做 營購 這個狀況 和另一個 put 我們叫做 營沽這個狀況 營沽這個狀況 我們說大方向的 有call和put 我們再細分 其實有什麼狀況呢 就是long call 和long put 我們所說是 買入 營購 或者叫買入 營沽 另外還有一個 就叫做 什麼呢 就叫做 shop call 和 叫做 shop put 就叫做 一個叫做 沽空 營購 和一個叫做 沽空 營沽的狀況 在這個形容 投資的工具裏面 我們是這樣去看 以大家來說 做這個 long side 即是long call 或者做一個 long put 這部份來說 我們有時形容到 這個狀況 就是風險 是有限 利潤是無限 風險有限 利潤是無限 因為我們所說 風險有限的意思 我們最多輸了 我們投資的金額 是俗語我們所說的 叫做其權金 賺可以是無限的 不過 如果賺無限 是不是用一元賺一百萬呢 當然不是 我們形容到 是賺多一點的意思 好了 如果我們做這部份來說 譬如我們做這個部份 這個狀況 做一個叫做 short call 和一個 short put 這部份來說 我們形容到 short side 這就是相對地 是風險 是無限 利潤是有限的 風險是無限 利潤是有限的 還有做這個 short side來說 要小心一點 有機會甚至 牽涉到 有個補倉 call margin的要求 所以大家 如果作為新手的選擇來說 在這個 投資方面 在期權來說 做long side 好一點 即是做long call long put 比較好一點 因為最重要 是沒有手未跟 因為很多時候 新手做投資 或者叫做投機來說 他們不懂得風險管理 很多時候 進了市 逆轉 就呆站在那裡 到最後來說 可能牽涉到風險就會大 如果做long side來說 最多會輸光 如果做long side這個狀況 最多會輸光 又沒有手未跟 但做short side就不是 有機會 call margin補倉 如果你不斷補倉 不斷補倉 不斷補倉 風險就會大很多 這個狀況 要留意 還有做期權來說 我們基本上 可以分開 有單頭 和合成 比如說 如果你只做long call 或是long put short call 和short put 單一個 我們叫做down頭 一個單頭的狀況 簡單一點 單頭的狀況 但相對地 我又將long call 又加一個long put 甚至乎有long call 加一個short call 不同的行使價 我們稱之為合成的策略 即是說 我們所說 如果你多過一件事 我們稱之為合成的策略 這就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做漫馬裏面 你簡單一點 一定複雜一點 我們有單頭的策略 有合成的策略 這樣的狀況 這就是期權方面 另外 牽涉到 如果要做槓桿裏面 還有什麼選擇 有實力所說 就是這個 就是外匯方面 外匯方面 外匯方面 有人說 不是實幣嗎 外匯來說 基本上 如果你做實幣 就會比較悶 實幣的狀況 會比較悶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說 如果做一個炒賣方面 我們做一個外匯方面 就不是實幣 我們是做一個孖展形式 做一個孖展形式 你說外匯孖展 有什麼機構可以選擇做 其實相對地有些銀行 銀行也有一些外匯的 一個孖展賣賣 或者一些外匯的網上公司 這部分來說 也有一些外匯的孖展賣賣 外匯的網上公司 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外匯的網上公司來說 最好你選擇一些 在香港裏面 受到監管的外匯公司好些 因為始終來說 那個公司可能相對 覺得是安心些 穩陣些 這個要留意的 原則上 銀行 一些外匯的網上公司都有的 不過 如果受到一個監管的狀況 相對比較安心些 對機構方面 有時安心些少 因為怕它倒閉 怕它倒閉的風險 這個問題要留意的 我們說外匯的網上公司 相對來說 如果大家要選擇 有什麼貨幣做 通常我們外匯的孖展賣賣 一般大家都聽見的 一些我們所說的 歐羅的貨幣 一些日圓的貨幣 Yen 或者英鎊的貨幣 或者我們所說 一些澳洲紫的貨幣 紐西蘭紫的貨幣 家子的貨幣 或者瑞士法郎的貨幣 這些其實都是比較熱門的 做孖展賣賣的貨幣 不過如果你說在熱門之中的熱門 有哪些呢 其實我們最簡單 就是這三隻 熱門之中的熱門 歐羅 日圓 英鎊這些 比較熱門中的熱門 所以大家如果做一些 我會買賣 一個孖展賣賣的形式 通常留意一下 這三隻貨幣主要多些少 這些大家有時可以明白一下 好了 剛才提及到 如果你說要做一個奇權買賣 有些少少要留意一下 奇權方面來說 風險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大家來說 要做奇權賣賣 其實學得精力一點 是比較好一點的 去到我們的網頁 www.smartmoney.com.hk 到這個孫錄影課程裏面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奇權的班 其實奇權班裏面有現場面秀 網上直播或者網上錄影 我給你看這個就是一個網上的錄影 這個奇權班裏面其實有38天 在網上任體任學 對於一些人來說 工作時間忙 沒有固定時間去上課 或者當中來講時吸收未必那麼快 那網上錄影班的優點 可以讓你不明白 再聽多兩次三次都可以的 這個奇權班裏面 都講到一些奇權的操作形式 一些組合的策略 包括一些單頭合成策略都有的 還有奇權裏面有時大家聽到 賺一倍、賺十倍、賺一百倍 那些炒賣的方法技巧是怎樣 都是提及到的 以及一些奇權贏家的思維 以及一些股票奇權運用 其實股票奇權有些是合適可以做的 有些不是那麼合適去做一個股票奇權的 因為基於成家的問題 這些來說 大家在班裏面都會聽見的 這個叫做奇權贏家訓練班 當中來說 奇權比較複雜些 所以大家學過才去做是好些少的 這個留意一下 好 好了 我們接著再去第二個話題 我們說 那個槓桿的投資工具的長處和短處是怎樣 我們先講第一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所講的窩倫的狀況 窩倫的狀況 我們說這個狀況 好 窩倫 我們說窩倫裡面 剛才提及到 如果真的要做碼碼來說 是兩個主要的狀況 有時所講的是 corp倫 還有一個叫牛紅症 這兩個主要的狀況 都是 你說在那個corp倫 有什麼長處和短處呢 或者我們叫一個好 或者一個缺點的狀況呢 我們說做corp倫裡面 最重要的 它的優點在哪裏呢 是不會中途收回的 這個是不會中途收回 即是叫打把 因為我們說在corp倫裡面 就算你做錯了也好 它什麼時候到期的 就去到什麼時候做一個終點 譬如我們說做corp倫 它的到期日是6月30號的 6月30號是終點 或者6月29號是終點 看它怎樣定時間 因為各別的狀況 股票或者指數的corp倫 大家到期的時間是不同的 這個是它的優點 就不會中途的收回 但有什麼缺點呢 缺點就是在corp倫方面 它的日價是比較高 日價比較高 相對地來講 我們說這個日價來講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投機的成本 我們有時所講 及到就是它的時間的耗損 即是我們買的一件事 corp倫這個狀況 我們入市來講 它日價相對地是高的 這個日價來講 會隨著時間慢慢慢慢有一個遞減的 所以如果你說你買了corp倫 而證股方面不動 或者甚至乎逆方向走的 如果你不動的 你會發覺會輸時間值 如果逆方向走的階段來說 會輸時間值之餘 再輸那個內在值 所以我們說corp倫來講 最重要是一個施言於短炒 而不能放得太久的 譬如我們說短炒時間多久 有時頂多一兩個星期左右 因為時間耗損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們說corp倫來講 要速戰速決 不可以拖的 因為拖來講 等於你的成本就會不斷的損耗 我們說成本就是你的時間值的損耗 或者我們直接形容到一個數字 一個百分比的 就是日價的一個狀況 這個要留意的 好了 那牛紅證方面來說 它的優點和缺點是怎樣呢 它的優點方面 它的日價方面相對地是低的 我們說時間損耗沒有那麼厲害 如果你想擺耗一點 那牛紅證方面是可以的 因為最重要的 它的時間損耗是比較少 日價比較低 不過最重要 在牛紅證裡面 是在於什麼問題呢 是在於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我們所稱為 或者叫收回價 最重要的是我們說有一個收回價 如果你選擇太近的階段 一到收回價 牛證或紅證會收回 俗稱叫打一把 打一把就不能翻山 所以在牛紅證裡面 如果大家要入市來說 我們執著到是什麼狀況呢 就是這個問題 就叫收回價的問題 俗語所說是打一把的價格 打一把的位置 如果你選擇收回價 是跟你現在的正股或者指數 是比較近的 那就容易牽涉到 一有個震盪 可能就會收回打一把 那就沒有仇報了 所以我們說牛紅證裡面 收回價不宜是太近 要放得遠一點 但又不可以太遠 太遠來說 你的槓桿就會變小了 所以在這個 一個牛紅證來說 這個你就要在收回價內 做一個很仔細的考慮 所以如果你說做一個 的窩論方面 它叫做長數 短數的 其實croput論 和牛紅證 都會有個分別 所以大家如果想做得好一點 我們可以甚至做一個思維 這個思維是怎樣 就是把croput論 牛紅證方面來說 做一個組合 我們說把這兩樣東西加起來 做一個組合的設計 而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況 這個在我們的窩論班裡面 都會講到怎樣把牛紅證 和croput論做一個組合設計 令到一個水長補短的狀況 這個可以留意的 這個就是窩論的狀況 好了 我們另外 例如說到其子方面 那是怎樣呢 其子方面 好 那其子方面 我們說那個長數 短數怎樣呢 我們說其實可以分開其子來說 我們叫做即日先 和過夜盤 有兩個部份 即日先 和過夜盤 是兩個部份 好 即日先 過夜盤 是兩個部份 我們即日先的意思 就是最重要 我們不過夜 因為為什麼呢 過夜來說 牽涉到有時候有個情況 就是高開 低開 譬如我們有時候所說 應用到的 我們如果是一旦沽了其子 去高開 我們風險來說 就大很多了 如果你拿了其子 那時低開 也都風險大很多 所以我們說過夜晚賣裡面 風險方面是比較大的 即日先來說 可以相對地 有時避免到過夜風險 這是它的優點 它的長數 就是這樣 不過即日先的買賣有個缺點 賺得不多 因為始終你即日的買賣裡面 走上走下 有時可能賺的 20點 30點 40點 或頂多50點 基本上來說 我們賺的狀況 就賺得不多 所以有時形容到 做即日先買賣裡面 有時怎樣形容 就是叫做蜜食 當三番 這是一個辛苦工來的 要看得蜜 做個買賣 可能要做得一個多 才可以賺到一個利潤 因為最重要 每一次賺得 點數有限 這樣的意思 所以即日先買賣裡面 它的優點 就是風險管理比較好些 但缺點有時賺得沒有那麼多 好了 那過夜盤裡面 形容到 有時賺得可以多 因為有時一個過夜 可能上升二三八點 然後再過夜 可能又賺多二三八點 加上累積來說 可能有成千點 不過在這個階段裡面 如果看數學市來說 一旦逆市的階段 我們也會輸得快 所以過夜盤來說 它的優點可以賺得多 不過缺點來說 風險會比較大的 所以這個來說 要小心點 所以作為新手的投資裡面 基本上 做誰會好些 就是做職日先的 因為控制風險比較好些少 當然 如果你有經驗的狀況 那怎麼看呢 也會引用到這個狀況 是兩者來說 互相配合 所以如果你有經驗的投資者來說 很多時候來說 我們會兩者 互相配合的 即是說 我們將一部分的資金 如果說比喻 可能50%是做職日先 50%是做過夜盤 而達到一個風險的分散 如果有經驗的投資者 就是會這樣做的 可以留意一下 好 其權 其權方面來說 如何呢 它的優點 或缺點 狀況 其權來說 我們形容到 它的優點方面 其實可以說 多元化 多元化 甚麼是多元化呢 可以做一些long side的狀況 我們純粹看單邊的升 或單邊跌 如果你做sort side的狀況來說 就是收益期權金 如果你做期權裏面 做sort side 譬如我們所說 sort call sort put 等於比喻 在call put 裏面 你做卵商的角色 即是有時候 一些卵商的 譬如發卿 這部分的卵商的角色 如果你做sort call 和sort put 所以 期權來說的優點 就是多元化的 可以玩不同的策略的選擇 好 但缺點在哪裏呢 期權的缺點方面 就是比較複雜 期權的缺點方面 是比較複雜 很多時候 大家 是要放多點時間 去一個理解的 所以 在期權來說 一般參與道來說 都是一些有經驗的人 去作一個選擇的 譬如一些人做開股票 跟著覺得滿滿的 就會做一些 期權的投資 將這個 投資的境界再提升 期權方面 它的優點 就是多元化的 很多策略 可以讓你玩得到 但缺點來說 是比較複雜 你要放多點時間去理解 特別要學下才去做 否則 很多時候 有很多事情 你是不明白的 這就是其權的狀況 好了 外匯方面又如何呢 外匯方面 我們說外匯的 做一些孖子買賣 外匯的狀況有什麼優點呢 優點狀況來說 是 不容易做市 不容易做市 不易做市 我們所說 因為 外匯的市場來說 是很大的 牽涉到整個央行 整個環球 所以你要推動它來說 在這個情況裡是困難的 所以 外匯的買賣來說 相對地是比較公平 相對地比較公平 我不用絕對 我用相對地比較公平 因為世事是沒有絕對的 它不容易做市的 相對地是公平的 這個狀況是 這就是它的優點 而且可以給大家 分散一下投資 因為牽涉到 渦輪 其知其權 全部都是關於一個股市的 如果你說我做美股 都牽涉到一個股市 但是外匯來說 是另一個工具 所以如果你想分散你的投資組合 外匯也是一個選擇來的 好 那缺點是怎樣呢 就是它的買賣時間是比較多的 我們形容到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是24小時交易 24小時的 不停的交易 所以在外匯買賣裏面 這個階段 你要放多些時間下去 有時 這就是它的缺點 對於一些投資者來說 可能覺得壓力會多些少的 所以外匯有它的優點 也有缺點 這可以大家留意的 好了 剛剛提及到一個 叫做期指的狀況 那就留意一下 我們也有個期指班 去到我們的網頁 www.smartmoney.com.hk 去到這個孫錄影課程裏面 我們的期指班來說是怎樣呢 有一個叫做期指特訓班 也有個面秀 網上直播 網上錄影 不過網上錄影班來說的優點就是 學習方面 時間方面比較靈活的 還有有時大家聽不明白 可以再聽多次 不斷的repeat 都可以的 這個期指班裏面 我們也提及到 剛才那個話題裏面 我們會標榜有兩個主要的項目 一個叫做即日先 一個就是過夜的博高回報 所以這個班裏面 會提及到這兩個主要話題 即日先有即日先的炒法 過夜盤裏面也有過夜的技巧 好像我們有時逐個夜盤裏面 要留意到一些大戶持倉的狀況 以及一些call margin的風險管理是怎樣的 至於我們第三個話題 槓桿的投資 這個工具方面 何時要用呢 何時出動這個槓桿投資工具 我們很多時候說 如果要用到槓桿投資這個部分 何時用呢 我們形容到 就是一個所謂的突破狀況 我們所說 突破狀況就會用了 突破意思是什麼 假設可以是升破 往上的狀況 或者形容到跌破狀況 往下走 都可以的 為什麼呢 我們所說做一些 Copput卵 或者牛熊症 這個狀況 Copput卵 牛熊症 這個狀況 或者甚至乎做一些 叫做期指 做一些期指 期權 這個狀況 或者做一些 叫做外匯的 買賣投資 這些來說 都可以在升的階段裏面 持貨 跌的階段 作孤空也可以 即是說 升的 不是買入 可以是 跌的階段 可以作孤空 所以在我們說 做這些投機的工具裏面 一些的孖子買賣裏面 其實 升和跌都不會寂寞的 都可以做買賣的 好了 最重要就是 何時運用到 我們剛才說升破和跌破 如何分成這部份呢 我們分成這部份來說 就是靠這個 叫做技術分析的狀況 靠這個的技術 一個的分析 或者叫做技術 走勢 分析 好了 我們說 技術走勢分析裏面 可以分開有兩個主要的話題 我們可以用一個叫做 圖表的分析 一個叫做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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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說 在技術分析裏面 其實分開有兩個主要的話題 一個叫做圖表分析 一個叫做數據分析 一個叫做數據分析 如果你說簡單的 形容到我們圖表方面 是比較 比較主觀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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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數據分析來說 可以形容到 是客觀一點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說 圖表方面要掌握 要慢慢浸 放些時間 而數據分析來說 是客觀一點 作為計算的 好了 我們實際看看這些 是甚麼內容 可以是 給大家看 好 我們看看走勢圖 好 給大家看 好了 大家看到這個是一個圖表 好了 這個圖表來說 是一個 恆生指數的圖表 它的顯示來說 就叫做一個甚麼狀況呢 這個就叫做 陰陽足的圖表 這個就叫做陰陽足的圖表 很多時候大家看一些媒體 一些電台 一些報章雜誌 都看到這些圖表的 我現在給大家看這個 是恆子方面的日線圖 一條巴代表是一日的 好了 這個的陰陽足方面來說 我們有時會分開 有不同顏色 顯示有不同意思的 這些其實在巴裏面都會講及到的 在一些圖表方面 我們亦都牽涉到 會有一些叫做 波浪理論的狀況 波浪理論的狀況 好 波浪理論裏面 基本上我們是一個 數浪的形式 數浪的形式 我們說波浪理論裏面 一般形容到 有推動的狀況 有推動浪 也都有一個叫做調整浪的 分開有推動 有調整的狀況 我們說推動浪來講 有五個 調整浪有三個 加上整個的形態 是有八個浪的 推動的狀況 五個浪必五個 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這個就是推動向上的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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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調整的 這些來講 大家如果在圖表方面 要知道的 還有在我們的圖表裏面 大家有時候會聽到這個內容 這個叫黃金比率 黃金比率 很多時候大家可能會聽到的 有兩個數字 一個叫做0.382 一個叫做0.618 這兩個數字來講 很重要的 我們有時候計算這些 反彈、回吐的狀況 這些其實大家要用到 去捕捉一些所謂升破和跌破 或者升到多少、跌到多少 這些思維的狀況 在我們的圖表裏面 甚至乎有時候會用到這些 叫形態分析 形態分析裏面是怎樣 好像我們有時候說 形態 的分析 好像在這個圖裏面 形態 這個狀況 形態 的分析 在這個形態分析裏面 好像這個圖裏面 我們會見到什麽呢 這個叫做頭 頭 肩 底的狀況 頭肩底的狀況 怎樣看這個頭肩底 我把圖 作一個少少的移動 讓你看 容易去理解 我把圖 再濃縮 少少 大家看會容易 少少 這裏來說 我們說 頭在哪裏呢 就這裏 我們叫這個 叫頭 好 這個叫頭 肩 這個 右肩 這個 就叫做 頭 肩 底的走勢 好 最重要 現在要多畫一條線 那條線是什麽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部分 把這一點 和這一點 連上去 做一條直線 好 我們怎樣連呢 就這樣 把這個最高點 連上另一個最高點 好 這樣 這條的直線 好 那我們叫這條線 是什麽呢 我們叫這條線 叫做 項線 我們叫這條線 叫項線 這條項線 就視為一個什麽狀況呢 走勢是往上走的 一個叫做阻力 這個叫做阻力 這個走勢是往上的 一個叫做阻力 好 如果當這個走勢來說 那個力量 可以突破到這條項線 的話 我們就為之一個升破 這裏突破到這條項線的階段 我們就為之一個升破 而升破這個階段 目標有多少呢 我們就要遇到這條項線 和這個頭的狀況的距離 一折兩倍 就是我們的目標 這些就是我們在這個形態分析裏面 去運用到一個分析的狀況 那這些如果你發覺 已經突破得到了 那可能我們就會用一些 call率 牛證 或者持續期指 做一些long call的期權 作一個運用 或者如果這個圖是外匯的圖 譬如歐羅 我們可能會持續歐羅 這些就是看一些突破的狀況 這個就是用圖表方面去理解的 你說如果用數據分析是怎樣 數據分析方面 我們如果用數據分析來說 可以這樣看 我們看這些叫平均線 大家看到這間螢幕這個 我們叫WMA 這個叫做一個加權移動平均線 這些加權移動平均線 相對地是好用的 可能大家在媒體裏面 聽見是簡單平均線 這個較為多 其實加權來說 那個意義更加好 更加靈敏 因為何會叫加權呢 就是說 我們會計算一個權重 昨天的權的比重是大的 早二十天的權比重是小一點的 我們會計算一個權比重的狀況 好像你看這個圖裡面 我們有兩條線 好像這裡 我們看到紅色這一條 這條就是十天的加權平均線 藍色這一條來說 就是二十天的加權平均線 好像你看到這裡 其實就是十天的平均線 就是紅色這一條 突破了二十天 我們為之一個升破 所以這裡你可以看到 是叫做升破 往上走 我們是拿貨的 譬如做一些看升的 扣卵 牛證 拿期指 一個long call 買入認購的期權 好像這些跌破了 你看到這個紅色的十天 是跌破了藍色的二十天 這條紅色這條是十天的加權平均線 藍色這條來說 是二十天的加權平均線 是跌破了 跌破了就往下走 我們就做一些 扣卵 一些紅證 或者叫沽期支 一些long put 一個買入認沽的期權 等等這部份 所以你看這些升破 跌破 這些不好用 所以你看這些 是我們可以用來入市的 一個思考的方法 這是加權平均線 好 你說有沒有其他指標去運用 還有 我們現在看多一個 叫MACD 好 給大家看看 好 看得到這裏 有一個叫做MACD 這個指標 這一個來說 是一個高檔的數據分析 是好用的 好 那形態上是怎樣 給大家看看 好 形態方面是 好 形態上 就是這樣的 好 給大家看看 好 這一個來說 留意回這裏 好 這個圖來說 就叫MACD MACD 這是一個高級的 一個技術分析的指標 我們形容到這個 MACD 怎樣做一個的運用呢 我們會分開四個主要話題 一個叫做 雙牛 信號 好 雙牛的信號 預期走勢是大升的 雙牛信號 好了 雙虹信號 雙虹信號 代表什麼意思呢 預期走勢方面是大跌的 好了 還有一個 牛虹信號 好 那牛虹信號代表什麼意思呢 是星市裏面的調整 好了 還有一個 紅牛信號 紅牛信號代表是跌市的反彈 我們通過這四個分辨的狀況 而決定就說 拿貨 我們當中看的利潤 看得寬一點 還是短炒一點 這些來說 就是MACD 用到的 看這些走勢圖 我們主要分開這四個 一個的劃分 這個就可以這樣用到的 所以其實我們說 在那個走勢裡 其實在那個圖表 數據分析是好用的 我們加上這個 就叫做技術走勢分析 其實我們主要的狀況來說 有兩個話題 剛才都提及到的 那麼這兩個主要話題 哪兩個呢 就是這兩個 一個來講 就叫做 這個 這個就叫做 圖表的狀況 好 裡面有 陰陽燭 有一個型態分析 有波浪理論 有黃金比率 好了 在數據分析裡面 我們有加權平均線 RSI 以及剛才所提及的 有個MACD MDD 就是很多時候 你用到做一個分析的狀況 用在一些股票 期指期權 外匯黃金 都適用的 所以大家來說 如果在那個 捕捉入市的時機 那是怎樣 這個方法就是 用技術分析 大家可以在我們的網頁裡 都找到這個班 去仔細理解一下 這個就可以幫助大家 尋找一些突破位 而突破的階段 就可以用到一些槓桿投資工具 可以是 好了 第四個話題 槓桿的工具 投資工具 風險的管理 你明白到 其實我們做碼碼裡面 很多時候牽涉到 如果在槓桿碼碼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 找碼占的問題 哪些不用找到 叩根 究章 我們說 補倉 找碼占的狀況 哪些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那些 就形容到 叫 dł Tudo 這些是不需要的 或者形容到牛紅症 這部份來說 都是不用call margin的 這個狀況 或者你做期權裏面 做一些long side 什麼叫long side long call long put 都是不用call margin 最多是輸光 但起碼沒有手未跟 不用call margin 記住我形容到是long side 就是做買入的那個階段 如果做sort side 一樣有call margin 如果牽涉到要call margin的工具裏面 很多時候 我們形容到要call margin的階段 很多時候形容到哪個工具 就像我們所說 牽涉到一些期子 期權 或者一些外匯的狀況 或者黃金的買賣 這些margin裏面 都有機會被人call margin補倉 所以做一些投機的工具 我自己本身習慣了怎樣呢 就是說 其實如果做錯了 遇到call margin補倉 我一般寧願斬攬 止蝕就算數了 因為最重要是做買賣裏面 有時你每一鋪做錯了 止蝕離場 不要再加薪去 因為如果你再加薪去 有時最怕泥足深陷 有時分分鐘越出越多 我們做投機買賣裏面 有時最重要是 留下一個本 有本就未遺輸 有本就未遺輸 就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一般對於call margin補倉 是比較抗拒的 我寧願自己 離場 自己止蝕就算數了 如果大家做margin賣裏面 也要留意多一點 我們叫做止蝕的思維 做錯了來說 要是止蝕離場 所以預好一個止蝕盤 當然如果你說做過夜晚賣的階段 有時止蝕裏面 未必一定是可行的 但是遇到這個情況裏面 都應該要儘快減低自己的風險 這些技巧上來說 要明白到的 做投機性的買賣 風險大 特別牽涉到call margin的投資工具 要補倉的工具 做好止蝕的管理 這個對自己是一定有利的 這個要留意的 好 如果大家來說 在投資方面 想進一步好一點 要學一下 我們自己本身來說 制裁投資學會 很多不同的投資班 去到我們的網頁 三個W .smartmoney.com.hk 有現場班 有網上直播班 有一個網上錄影班 分別裏面也有這個 牽涉到一些叫做期指 期權 一些的股票 技術分析 外匯 這個內容 所以課程方面 很多元化 如果大家來說 在投資方面 想在一個未來裏面 一個投入的 最好學得精力一點 才去做 是會比較好些的 對大家也有利的 我們今天的內容來說 都完結了 希望大家喜歡以上內容 如果是 覺得內容方面是豐富的 可以推薦一下給你朋友 做一個學習 欣賞也可以的 我們未來有機會 再見 好 拜拜 好 拜拜